大家好,欢迎来到凡事新说,我是小新 越南和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 越南自称小中华,曾以正牌小中国自居 但是现在很多越南人对中国又爱又恨 越南一方面承认曾被中国统治了一千多年 一方面又说中国侵略了越南,强占了越南的领土 越南一方面全面学习中国,一方面又对中国带有敌意 越南人的这种矛盾心理让很多人感到迷惑,摸不着头脑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对于越南是有大恩的 越南共产党是在中国广州创建的 越南国父胡志明曾长期在中国生活 中国圆越抗法,帮助越南打跑了法国人 结束了越南的殖民统治 后来又抗美圆越,帮助越南打跑了美国人 实现了国家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就给了越南数百亿美元的援助 这对于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中国曾经在南海划出了十一段线 在中国把北部湾的领海划给越南后,才缩减为了九段线 但越南在中苏冲突的时候,没有选择中国,而是投靠了苏联 越南不顾中国劝阻入侵柬埔寨,中国这才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和中国还有过领土和领海纠纷,还爆发过海战 现在很多中国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越南那么好 越南却总是防备敌视着中国,还偶尔爆发冲突 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中越两国间的四次北蜀和四次背叛 先说说越南的由来,越南曾是中国直接管辖的领土 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越南的国家名称都是中国清朝政府起的 根据越南的神话传说,越南的历史开始于安阳王时期 安阳王本名叫做蜀畔,他原本是古蜀国的王子,是鳖灵的后裔 鳖灵是中国蜀国的国王,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从地 在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亡了古蜀国之后 蜀畔辗转到达了现在的越南北部,建立了欧洛国 自称为安阳王,建都于古罗 古罗就是现在越南河内的东鹰县 从这里看,越南人是承认自己是古代中国人的后代的 此后,中国一共四次直接统治越南,时间长达1000多年 第一次是在秦朝和汉朝时期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 设置了南海、桂林、项郡三郡 其中项郡的领土就在当今的越南中部和北部 这是中国中原政权第一次统治越南 秦朝灭亡后,天下大乱 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趁机占领了南海、桂林以及项郡等地 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 赵佗在位时期参照秦治 在越南实行了郡县制,实行编户制度 那时候很多中原人到了越南 赵佗鼓励中原人和越人进行通婚和融合 现在很多越南人都有中原人的血统 南越国建国以后就独立于中国了 直到公元前111年 当时西汉攻灭南越国后,在南越设立了交州 交州是当时汉朝13个州之一 交州一共有9个郡县 分别为南海郡、河浦郡、苍武郡、玉林郡、珠牙郡、詹尔郡、交纸郡、九州郡、日南郡 汉朝在直接统治越南的时候也实行了通话政策 鼓励越人和汉人通婚 在越南强制征税 不过呢,在公元40年 也就是在汉武帝时期 交纸郡爆发了正式姐妹起义 他们自立为王 想独立于汉朝 汉朝派了福波将军马园前去征讨 马园带领大军连续作战 在公元43年就平静了叛乱 越南又回到了中国的直接管辖 这一段时期 在越南被称为第一次北属时期 第二次是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大乱 虽然中国一直处于混乱状态 但是越南作为中国领土的交州 一直被中国的中央政权或者地方政权管辖 这个时期在越南被称为第二次北属时期 第三次是隋唐时期 到了公元602年 隋唐大一统 隋文帝派遣大将刘芳 平定了越南前李朝李佛子的势力 将现在的越南北部直接置于了中国的统治之下 621年 唐朝取代隋朝统治越南 唐朝设置了交州都督府和节度使 直接管辖越南 隋唐统治越南的时期 在越南被称为第三次北属时期 第四次的时间跨度有点大 从唐朝末年到明朝末年 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 越南利用中原四分五裂的局面 趁机摆脱了中国的控制 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980年 宋太祖赵匡印派兵讨伐越南 宋军战败 但战胜了宋金的越南向北宋称臣了 1009年 越南李朝建国 仿效中国实行中央政治制度 实行科举制度 还大力发展佛教 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 制定法典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越南人认为自己国力强盛 可以与中原政权抗衡了 于是在1075年 越南向北宋发动了战争 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 中国和越南的史书记载却不一样 中国说自己赢了 因为李朝在大败后向北宋求和了 越南则说自己取得了胜利 消灭了宋朝军队多少多少人 总之就是大家都没输 都赢了 这跟新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样 两边都说自己没输 不过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越南在战后主动求和 寻求了宋朝的册封 宋朝册封其为安南国王 越南从此也被叫做安南 整个宋朝时期呢 中国一直重点防御的是北方游牧民族 没有精力重新征服越南的领土 直到元朝建立 越南的北部一直都是处于独立状态 蒙古兴起以后 顾碧烈曾先后三次进攻越南 三次征讨都失败了 但越南也元气大伤 在元朝准备第四次征讨之际 越南人主动求和了 任中国为宗主国 恢复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 中国结束动乱之后 准备再次征讨越南 进行直接管辖 不过 在这个时候 越南国内听到了风声 越南居然认怂了 又主动向中国称臣了 后来 越南发生了内乱 胡汽毛控制了朝政 大肆屠杀越南王族 越南的一个王族后代 逃到了明朝 向皇帝朱棣求救 明朝派出了使臣 前去质问 谁承想 胡汽毛胆大妄为 他先斩杀了明朝使臣 然后又起兵攻打了明朝 朱棣一生气 就派出了大将军张府 出征越南 一战就平定了越南 明朝随即在越南 设置了交纸不正史司 中国又一次直接管辖了越南 后来 越南本地豪强 李立崛起 他趁着明朝对抗蒙古 没有经历顾及越南的使机 举兵造反了 明朝被迫撤销了交纸不正史司 承认了李立建立的离朝 但李立建国后 继续向中国称臣纳贡 仍然是中国的藩属国 1540年 明朝准备出兵平息越南的内部叛乱 当时越南的篡位者莫登雍 听到消息后 自知不敌 就跟几十个大臣一起 自己绑了自己 主动进入了镇南关 向明朝献帝请降 这样 越南又变成了明朝的一个省 中越这个分分合合的时期 就是越南的第四次北蜀时期 在这个时期的几百年里 越南少部分时间是作为中国的领土 被直接管辖的 大部分时间是独立的 但即使独立 越南也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的 是承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的 说到这里 就要说一说什么是宗藩关系了 因为这个宗藩关系 会演出后面越南人认为的第一次背叛 宗藩关系源于中国儒家的五福制度 也就是基弥洲制度 这是古代中国建立的一种华裔国际秩序 说简单点就是 你要想合法统一一个国家 必须经过中国册封 不然你就是非法的 其他人都可以攻打你 但只要你称臣纳贡 认中国为宗主国 中国就会保护你 当你遇到问题时 中国作为大哥就会出面解决 如果遇到战争 中国还会出兵停判 西密州制度对中国来说 就是当中国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 就直接管辖 当中央政府衰落弱小的时候 就允许地方自治 明朝灭亡 清朝建立 越南一方面承认清朝是自己的宗主国 一方面南下吞并了高棉果 这使得越南的领土急速扩张 奠定了今天越南的国家版图 1802年 经过内斗上尉的阮福应 建立了阮朝 他后来主动请求清朝 册封其为南越国王 嘉庆皇帝觉得南越不妥 因为南越历史上 包括了中国现在的广东 广西福建等地区 册封就改成了越南国王 所以阮朝正式国号就成了越南 这也是当今越南国民的由来 1884年 法国入侵越南 中国为了越南与法国开战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 中国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却签订了中法新约 这让越南成为了法国殖民地 自此 中国就失去了对越南的影响 越南人则认为 这是中国第一次背叛了越南 1940年9月 日本出兵占领了越南 1941年 胡志明等人在中国广州 创办了越南独立同盟会 也就是越盟 准备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年8月 二战结束 中国军队前往越南北部 接受了日本投降 在受降仪式上 中国邀请胡志明担任主席的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参加 却坚决将法国代表排除在了 受降仪式之外 1945年9月2日 胡志明发表了 越南独立宣言 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但此时 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 趁着越南全力扔空 命令滇越边区总司令 卢汉 率领20万大军 进入了河内 名义上是接受日本投降 实则是要占领越南 但中国军队存在 也把法国军队排除在了北越之外 这也为越共发展 争取了时间 1946年 蒋介石跟法国做交换 法国亏还其在中国境内的租借等财产 而中国则从越南撤兵 交易达成后 中国军队退出了越南 法国在越南北部登陆 法院战争爆发 法国重新控制了越南的各大城市 越共军队则节节败退 最后只能退守丛林 开始了富有越南特色的游击战 越南人认为 这是中国第二次背叛了越南 1949年10月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开始大力援助越南 越共的形势开始好转 1950年1月 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并与其建交 随后苏联和东欧国家 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 此后 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大力援助越共 中国派出中国军事顾问团 进入北越 陈庚是顾问团团长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中国对越南是真的不错 中国的军事顾问 从越军最高层一直下沉到零连一级 手把手教越南怎么打仗 中国不仅加强了北越军队的指挥 还对北越军队进行了整讯 对其进行了正规化建设 从此北越军队改掉了游击习气 战斗力飙升 当时一些北越部队甚至直接进入到了中国境内 进行整讯 中国还为越南成立了专门的院校 培养了一大批越南党政军干部 1954年 电边府战役 法军大败 法国最后求和 中国 美国 法国 英国 苏联 老挝 柬埔寨 南越 北越 九个国家的外长 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商讨解决中南半岛问题 在周恩来亲自劝说胡志明后 北越最终接受了两个越南的方案 即越南以北纬17度为界 分为南越和北越 虽然战争结束了 但越南人认为中国第三次背叛了越南 随后几年 北越不断在南越发动游击战 最终南北越之间的越战爆发 北越由中国和苏联支持 而南越则主要由美国支持 因为各种原因 美国最终体面的撤军 越战导致了几百万名越南人死亡 美军也伤亡惨重 美军撤走后 北越军队逐渐占领了南越全境 在占领南越首都西贡后 越战正式结束 随后 南北越正式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时 越南军队达到了一百多万 借着打败美国的威望 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在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规后 越南确立了以李损为总书记的领导体制 和亲苏联的政治路线 越南认为自己有了更强大的苏联做靠山 有实力摆脱中国的影响了 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 1978年11月 越南跟苏联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随后就与中国发生了华侨纠纷 1978年12月25日 越南仰仗苏联的支持 不顾中国的劝阻 入侵了柬埔寨 推翻了亲中的红色高棉政权 中国立刻断绝了对越南的所有援助 谴责越南追随苏联的霸权主义 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号召组织世界范围内的反霸国际统一战线 与越南斗争 越南则批判中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 指责中国有意侵占越南的领土 且有称霸亚洲的想法 1979年2月17日 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国军队攻入了越南北部的 亮山高平老街三个省会 占领了多处有利地势后 又主动撤军回国 但战争并未结束 中越边境冲突此后还持续了十年 中越战争被越南视为背后捅刀子 是中国第四次背叛了越南 中越战争打破了越南世界第三强国的美梦 还把越南北部长期拖入了战争状态 这阻碍了越南的经济发展 在苏联解体后 越南没有能力再与中国对抗 主动求和 至此 越南想彻底摆脱中国千年统治阴影的计划 也泡汤了 最近几年 越南跟美国眉来眼去 又跟日本购买军购 一些人担心越南会再次提示中国 这其实是不需要担心的 越南在跟中国冲突的十几年里 每跟中国发生一次冲突 越南都会吃一次亏 中国已向以德服人 越南的感受最为深切 1974年 南越海军与中国海军起了冲突 爆发了西沙海战 结果是中国完全控制了西沙群岛 这场战斗很多中国人误以为是跟统一后的越南政府打的 其实不是 是跟当时的南越政府打的 1979年 越南又和中国在陆地上打了一仗 最终让越南失去了柬埔寨和北部多处要地 1988年 越南和中国在南沙群岛爆发了314海战 中国一举实际控制了永蜀礁 华阳礁 东门礁 南勋礁 主臂礁 及赤瓜礁 六个岛礁 前几年 中国和越南的海上冲突 基本上都是压着越南岛 不管是海警船撞击越南渔船 还是驱逐越南商船 都是中国占上风 越南国内经济是越来越差 中国则是越来越强 越南是认清了形势之后 才拜中国为带头大哥的 全面跟着中国学习 中国令人瞩目的改革开放 为越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参照 1986年 越共更换领导层后 开始改变其经济政策 学习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投资的模式 这就是越南版的改革开放 越南人称其为革新开放 革新开放使得越南从单一的计划经济 开放为市场经济 发展了多元化商品经济 此后越南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1989年9月 越南从柬埔寨撤出了全部金队 中越边境冲突正式宣告结束 1991年 越南共产党代表团主动访问中国 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越南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越南积极学习中国的政治体制 完成了政治改革后 实现了三权归一 越南曾照搬全超中国的科举制度 现在越南的很多文庙里还有近视榜单 在越南很多名圣古迹里都有中国建筑和文化的影子 现在越南又效仿中国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越南的生活习俗跟中国很相似 农历除夕到初五是越南的农历新年 这是越南最重要的假期 很多越南人信奉从中国传过去的大乘佛教 初一十五跟中国人一样都会去寺庙进行祭拜 很多越南人甚至信奉道教 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 越南主动接受和发展了道教 现在越南又积极地吸收中国当代文化 照抄中国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 很多越南年轻人则非常喜欢中国的网络文学 但很多越南人经常抵制中国企业和商品 实行罢工和商品抵制 可奇怪的是 越南越抵制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越多 双边贸易额也越来越高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和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 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感到好笑 觉得越南人反反复复 表里不一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伴随着越南制造业的发展 很多中国人担心越南会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地位 这大可不必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越南不行 东南亚不行 印度也不行 隔制过去 面向未来 是越南处理中越关系最新的指导思想 中越两国通过签订边境条约 已经解决了陆地边界争议问题 关于北部湾海域的争议也基本解决了 目前 中国和越南只是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有一些分歧 不过 这些分歧已经不能影响两国逐渐紧密的关系了 越南纪念中越战争的调门也降低了很多 越南政府严禁民众歪曲伪造中越历史和中越战争 避免影响越南和中国的友谊 越南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态 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支持和认可中国关于百年大变局的看法 愿意成为中国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中国现代版的华谊国际秩序 总之 越南目前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改过自新 坚定抱住中国的大腿 在经济上 两国联系 日夜密切 在政治上 中国的存在也能为越南遮风避雨 这让越南又回到了一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影响之下 越南人又爱又恨 复杂矛盾的心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呢 仇视中国的越南人只是少数 绝大多数越南人还是非常希望和中国好好相处 共同发展的 一些越南人开始担心中国会再次统治越南 我反倒觉得该担心的其实是中国人 等中国更加强大之后 越南主动要求加入中国 想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怎么办 毕竟越南人在明朝的时候这么做过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